爱奇爱聊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林怀伟 这次参加超乐音乐节的心情怎么样 有为今天的舞台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很开心 跃跃欲试当中 有一首歌是出舞台献给了你们 这次音乐节有好多粉丝来现场给你支持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很开心你们能够不远千里来看我的表演 心里真的很开心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已经发给我两大牌那个应援的东西 我就看了很感动 近期最喜欢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我很少带美童其实 那今天其实带了但看不太出来 然后就整身的look就是比较简约大方一点的感觉 之前有来过重都这个城市吗 这一次来有没有特别想吃或者想逛一逛的景点 第一次来 昨天被人推荐了吃那个蹄花还可以 吃辣吗 我可以吃辣 我可以吃中辣 但听说成都的辣是那种不是很辣 但是很辣的香不是很辣的辣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成都朋友他们会说他们的辣是比较香的那种辣 粉丝宽你是时间因素小子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节省时间的小秘籍 在我眼里我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但我把跟时间赛跑这件事情当成我的就是也是一点很快乐的事情吧 就以前有分享过我可以在就是洗澡的同时也可以干很多事情嘛 就是比如说刷牙洗脸卸妆然后洗澡洗头 然后再一次性把水直接冲掉 旁边还可以听歌你还可以练歌 我下次可以做五六件事情 然后最近比较厉害的一点是可能 我记忆好差 最近我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以前就有做 就比如说我会那个念那个书嘛 就会念下念然后用录音录下来 然后念完之后我再发到网上让大家可以一起听 等于说我不仅自己知道这个内容 也可以让别人听到就是故事啊 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就感觉一举多得的事情 我很喜欢性价比高的事情反正是 看你之前发过做甜品的Vlog 平常会比较喜欢自己下厨做饭吗 如果当下我逼着自己要健康的生活 我就会自己去买菜做饭 我没什么工作的情况下 确实是会去这么做 如果工作很多情况下 我还是想要在床上休息久一点 可以客观评价一下自己的厨艺吗 有没有擅长的菜 我的厨艺就是你只要给我菜谱 我就能还原 我有一道菜非常厉害 啤酒鸡还什么啤酒 就是把那个啤酒什么可乐 倒进到一个那个锅子里 然后用鸡块里面煮 就会很好吃 类似是黄焖鸡 但是又不像黄焖鸡 像那个 但是还可以吃到一点 我以前有分享过 但我忘了 我很会做菜反正 最后用一句话 来向大家安利下今天的舞台吧 就是那种 不拘束的舞台吧 我觉得音乐节就是 氛围很重要 就是那个 情到深处自然来 可能破了两三个音 大家也就不要去计较 因为有时候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你就知道 就那种 对 那希望还是不要破音 早起困难还是熬夜困难 都不困难 有机会会更想养猫还是养狗 狗 棕色的薄美 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是 唇膏 耳机 另外一样就是 把我的 手机 对 提醒了我一下 最不为言之的技能是 技能 这都是静止画面 我其实会游泳 但大家没有展示过 但是我是因为 我不想漏太多 所以就好久都没去过 如果见到奥特曼 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我为什么要见到他 让他打怪给我看吧 行吗 非常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在未来的路上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 不要害怕困难 然后我们会一起加油的